二,穷和尚和富和尚。 中国西部有个四川省,四川省的高山上,住着两个和尚,一个又胖又富,另一个又瘦又穷。 有一天,穷和尚问富和尚,我想去南海拜佛,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? 富和尚听了,说,很久以来,我就一直想去南海拜佛,可是从四川到南海,要越过千山万水。 我要找人替我造一条船,再买好一路上吃的用的东西,那可需要用很多钱呢,因为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准备好,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去。 你打算怎么去呢? 穷和尚回答,我想,只要带一只碗,一根木棒,就够了。 富和尚听了,说,这么远的路,只带一只碗和一根木棒,怎么行呢? 我看,你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。 第二天,穷和尚告别了富和尚,带着一只碗和一根木棒,就出发了。 他一路上翻山越岭,日夜不停地往前走。 饿了,就像人家画园,累了,就在破庙里休息。 他相信,只要这样不断地走下去,就一定可以到达南海。 一年以后,穷和尚经过千辛万苦,终于到达了南海。 又过了一年,穷和尚从南海回到了四川,富和尚却还没有准备好去南海呢。 穷和尚去拜访富和尚,说,我们不能一起去拜佛,实在很可惜。 我送你一本我从南海带回来的佛经,请你收下。 佛和尚非常惨愧地说,我现在才明白,什么叫做有志者,事竞成啊。